全包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头条 Six2.News我是维仁 我是马俊 好首先带大家来关心两则最新的简短消息 首先呢就是川普的这个泄露出来消息 就是中美的签订协议可能会在爱荷华签订 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资深的记者 他在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所推文出来的 那关于详细的内容呢 现在是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更新 那还有再来呢就是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的 民主党的参选人之一 贝托欧洛克 他现在是宣布呢 他是正式的来退选美国2020的 民主党总统大选的参选的席位 所以这是今天的两则最新的这个突发新闻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佛罗里达州的中区助理司法部长 他今天呢宣布四个人的起诉书 其中包括两名的中国公民移民的现役美国海军军官 还有他的妻子 认为他们呢涉及串谋利用军用的悬外机非法走私军用冲气船到中国 而海关呢海军的官员和另外两名被告也被指控谋反枪支法 海军的官员也被指控另外一个与枪支有关的罪行 并且做出虚假的官方陈述而被控的四名被告呢分别是 现年34岁的Fan Young是美国的规划公民 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美国海军中尉 现年33岁的Fan Young的妻子 是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美国规划公民 还有葛松涛现年49岁是中国公民和居民 以及现年27岁的郑彦也是中国公民 而首先呢要来关心一则我相信这对于不管是美国或是中国的观众朋友 都会感到切身的一则新闻就是呢 今天美国是正式宣布要对抖音下手了 两名机器人人士说呢 美国政府已经对TikTok的所有者北京自己在跳动的技术有限公司 以10亿美元收购美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Musically进行了国家安全审查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呢 这其实是抖音他在海外的版本 其实呢是十分受到青年人的喜爱的 现在呢在美国的TikTok呢 每个月都有2650万活跃的用户 大约有60%的这个用户呢 他们的年纪是在16到24岁之间 那这个10亿美元的收购案呢 是在两年之前完成 但是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在呼吁 最近几周要针对TikTok进行的国家安全的调查当中 要开始执行了 有关这家中国公司可能在针对审查政治敏感的内容 并且有关如何俗存个人数据的问题呢 其实一直都是遭到了很多的质疑哦 那现在呢是正式的开始对他进行了这个调查了 那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您心里面是有感到吃惊的吗 不一点都不吃惊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看到呢 其实美国已经各方面都在着手 刚才我您播报新闻的时候 已经播报了关于在佛罗里达的这几位中国的间谍案件 也已经遭受到了检察官的起诉书 并且有中国公民和美国规划的公民都是中国裔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更多的一些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呢可能下一步会对微信呀 对很多东西都会进行系列的这种打压和调查 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呢 其实很多人呢都在怀疑他的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 当然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科创公司 一个私有的一个企业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目前的情况的掌握呢 比如有人就指出啊 其实他们就是今日头条的老板 那么同时呢他们还拥有着 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抖音 在境外的TikTok等等类似 那么有人很非常多的人知道呢 这个今日头条这个网站或者这个APP呢 其实和中国的官员过去历史上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中国过去的所谓的网络沙皇鲁尾 一手撑起了这家公司 你说TikTok 不我说的是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呢也是TikTok的这个 等于是他上面的这个总公司 对对对 TikTok呢拥有着这个今日头条这样的一些公司 那么就很多人都指出呢 这是有和中共的官员 和中共的背后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身份 并且指出呢他们盗取了非常多的一些 美国个人的资讯 以及国家方面的一些资讯 因为通过TikTok呢 会确定你的位置 会确定你的所有的记录 包括你周围的一些联系人 你的信息 甚至有人指出有可能中国会有能力 通过这家公司呢 然后就窃取和录音 很多事情嘛 当然这些事情呢我们并非是专业的 我们只是看到一些报道是这样指出的 那么呢 这个TikTok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另外一个事件更大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开始 那么比如说我们就大家都中国人都会用的一个 也就是说微信呢 应该说TikTok的这件事情应该是微信被审查的一个开始 美国对于中国版的这种应用软件的审查或者限制呢 正式拉开了帷幕 应该是通过这个TikTok 相信呢微信的未来在审查呢也在接下来呢会开始 终结中国利用科技公司或者是他的产品啊 收集美国国家信息或者个人隐私数据的这个时代呢 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美国总统也好 还有美国的各界也好 都对中国的这方面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认可 同时我们要在这里告诉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美国军方已经宣布停飞所有与中国产的无人机 或者是在这个无人机上有中国产的部件都必须要停止使用 当然过去我们也知道美国早就已经禁止了中国生产的任何一种来自于中国 或者有中国部件的监视器 过去我们也知道有些空中基地以及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 也采用了来自于中国的一些监视器 那么呢据信呢 这些监视器的很多都有一个自动功能 会将他的监视数据或者是一些情况呢 会反馈给公司 而且经过的途径呢是秘密的途径 那么这也引起了美国的非常大的一个重视 因此呢对于中国的这一系列的电子产品 特别是在近几年所生产电子产品的这种限制呢 可以说不断的在加大 那么可想而知呢 很快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微信会动手 恐怕限制微信 一是在这种信息平等上 因为中国美国的像WhatsApp在中国是不能用的 美国的非常多的是不可以用 像Facebook 但是这是不能用的 为什么你中国的这些就可以轻松地到达美国呢 或者到达西方世界呢 这未来一定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争夺点 那么呢同时呢美国也会为了 这个保护自己的安全呢在这方面呢进行更多的一些司法立案 包括用微信去拍摄一些什么或者传递一些什么信息数据 可能未来都会被美国盯上 包括这一次我们刚才您播报的新闻的头条的时候 我说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案件 以及前期我们看到的很多案件都是以利用中国的这些软体 把软件遭到了美国司法当局的一些重视 并且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之后设立了很多案件 当然有些案件呢最后到目前依旧在审理当中 这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加拿大的孟晚舟案也是如此啊 孟晚舟案这个孟晚舟这个人呢 核心点呢也就是因为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冲突 当然说呢是与伊朗有关 但是更重要的是实质上呢 我们仔细去辨别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其实美国核心要禁止华为的电子任何设备在美国进行 他们指出对于一些其他的地区要有一个替换这些产品的一个计划书和时间列表 这就指明了一样东西就是美国对于来自于中国的任何设备是不信任的 如果说这些设备没有向中国传输任何信息 或者是传输任何起到任何的间谍作用的话 那么目前来看虽然美国并没有拿出来实质性的证据 但是通过澳大利亚通过其他的这些新西兰这些国家 已经反映出来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和证据 但是什么时候会拿这些东西去真正起诉呢 我相信这是一个司法过程 但是美国各界或者各政府已经开始抛弃使用这些东西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 美国人一定是掌握了中国将很多数据和信息返回自己的大陆 或者返回中国政府所控制的这些公司里 已经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了一定危险 才这样去做的 但我也看到今天孟晚舟指控了加拿大这个执法机关的一些事情 也是很有趣 最后好像也是并没有支持她的 对 所以就接下来我们就要关心孟晚舟这个案件的最新消息 不过就说回到这个抖音要怎么连接到华为 它这当中是不是有些相似度 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呢 美国的智库研究就指出抖音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华为 就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的这个预测 结果现在是今天11月1号差不多11个月之后的确是成真了 这个是来自 是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就指出了受到各国年轻人喜欢的抖音就像 让大陆APP有这个前所未有的跨境覆盖 所以可能会成为西方国家的安全隐忧 并且也指出这些问题呢和美国跟欧盟对于这些风险似乎都不够重视 一旦像抖音这样子来自大陆的手机APP呢被广泛使用之后 可能就会成为像华为一样的问题 就像刚才马居先生所说的 让大陆的情报单位可以接触到西方的社会 所以呢就要说到华为的这个前财务长孟晚舟 他现在的法律程序到底是进行到什么程度呢 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呢 加拿大昨天31号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加拿大的检查总长已经提交了宣誓书 证明孟晚舟去年12月在温哥华被捕的时候呢 并没有将他的电子装置资料 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来分享 但是孟晚舟的代表律师就还是质疑这样的可信性 根据东网今天的报告指出呢 加拿大的检方提交的这个宣誓书里面 就是要再次的宣布 他们其实这些从手机里面得到的内容呢 并没有跟美国的FBI来分享 这个其实是会严重影响到孟晚舟 他这个引渡或者是这个案件 到底可不可以成立的法律的程序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加拿大的检查总长的代表律师 在传媒公开的法庭文件当中就指出 申请人指控申请人指的就是孟晚舟 指控加拿大的皇家骑警RCMP跟FBI的分享有关情报 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又指称这个疾控呢是不能够扭转聆听的结果 聆讯的结果 不过这个其实这个说法是 应该要看是你有什么角度来分解 分析这个案情啊 因为很多当时的说法是说呢 加拿大其实在这当中办的角色就是 他是得到了等于是跟美国有司法互助 所以他得到了一个指令就是这个人 是我们美国认为的犯人 所以呢你跟我们有司法互助的情况之下 你的指令就是你帮我们逮捕这个人 但是你不应该去审讯这个人 但是加拿大政府在应该说海关边境局 还有RCMP他们在这当中呢 他把孟晚舟把他当时在海关 把他压制了三个小时 在这个三个小时当中 他们所得到的这些讯息 其实很多的法律专家他们认为 虽然这当中你可能得到很多有利的证据 可以来证明说美国指控他的这些罪行是成立的 但是由于你这个搜证的过程 是已经违反加拿大的司法的流程 所以你所收集到这所有的内容是不可以 作为呈堂证据或者证据 那孟晚舟的团队是非常非常资深 而且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团队 他们就拿了这一点 并且就说呢 这个这很多在这当中 三个小时之内所收集到的这些资料 不但是不可以被搜集 而且在当下已经马上就跟FBI来分享 所以这是严重违反司法程序 所以他们现在就咬住这一点 认为这可能可以扭转这个案情 对 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种分析 我也看到呢 很多人认为呢 其实这就是为了促使孟晚舟案在加拿大的整个审理时间 以及拖延被遣送 如果能打赢最好 如果打不赢的话就可以拖时间 像他的现在一般情况一个检查总长宣誓的一个证词呢 都会被他的律师质疑 这可能很简单的表明了 就是为了使这个诉讼时间呢更加的拉长 是所以这是孟晚舟案的最新的这个update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呢 虽然这个检查总长是已经出来说 我们没有跟FBI分享资讯 但是呢 也不代表说孟晚舟他们现在在第一轮已经败证下来 这都还是在进行中的法律程序 所以呢 请大家继续拭目以待 相信这个法律过程会拖得非常的长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心 我们刚一开始的节目 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中美的贸易协定到底要在哪里签署呢 现在众受纷纭哦 现在除了刚刚川普传出来